飞达教育成立20周年庆及专题讲座于29号在南加州圣玛利诺市举办 现场吸引众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优秀学生和家长 共同分享成功学员的经验和故事 飞达教育创办人兼董事长魏欣表示 在庆祝飞达教育成立20周年庆的同时 也是给家长和学生们一个特别的机会 来更深一步了解飞达教育整个平台上 各式各样的能够帮助年轻人提高学业成绩 而且帮他们提升思想境界做事的能力各个方面 20年来真的是我们帮助了已经上万名的学子 能够进入他们心中理想的名校 那整个这个升学路上我觉得有这么耀眼的成绩 当然最主要的是学生们自己的努力家长的配合 那飞达的这些专业的老师指导之下 高中生能够不光是从学业上有所成就 成绩好 这个有很好的科研的能力 在上大学之前就已经在学术各个领域有所建树 这年暑假我参加了飞达的Arizona Riparia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rogram 它主要是在一条河叫做San Pedro River河边进行了一些生物的一些科学的实验 然后这是飞达第一次launch这个项目 所以我非常荣幸作为第一批学生能够体验这次活动 飞达教育自2004年在加州硅谷成立以来 始终为高中生提供高质量的升学指导和学术支持 并通过创新的教育模式和个性化的辅导体系 成为众多家庭在大学申请过程中信赖的合作伙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之前的话都是